昨天 我就跟大家預告 今天大盤你當衝一定要做 多 結果呢 今天大盤呢 看似一個空投格局 結果盤中就開始一路不斷的向上拉高拉高拉高再打高 即使昨天美股大跌我還是大膽跟大家預告 結果今天是不是命中正確 今天如果當衝你有做多的話有超過60點的獲利機會 到底怎麼賺呢 千萬不要錯過今天的節目 投資握力放遠未來 投資握力放遠未來想要跟我一起使用融合總金面基本面技術面面面俱到的投資方式 掌握股價關鍵買賣點 歡迎加入我的相關媒體頻道 加入之後記得要按讚訂閱加開啟小鈴鐺喔 各位親愛的觀眾朋友們大家好歡迎收看今天的股市航海王之期貨創業家 一樣 我們這一段落最主要就是跟大家解大盤 為什麼要解大盤 因為我們是看 期貨我們主要做期貨是做 台子期啊 因為其實如果個股期那些股票的話 其實如果能買股票我建議 還是盡量買股票 那個股期我認為哪一座 避險 或者是你真的有 很想買 但是資金又有限 再去買個股期 那個股期有什麼股票的話 其實也可以從我們的 股票節目上面啊你覺得比較好的標的 你就可以去做那邊的期貨 就是好的標的的期貨就好 那所以我們這邊還是主要以跟大家分享就是 大盤 還有什麼 如果說你不做期貨也可以跟著我們一起做什麼 做0050 0056這種指數型的ETF 我們昨天跟前天的節目都建議過大家我說 現在大盤就是偏多 大盤既然是偏多的話 那你就可以跟著做什麼 做指數型的ETF 因為指數型的ETF他沒什麼 他就是大盤漲他就漲 大盤跌他就跌 所以呢如果你跟著我們啊 就是說我說可以做多的時候你去買什麼比如說你看一下 我們昨天啊節目有跟大家講你可以去買 0050 你看0050這兩天是不是持續向上漲 或者是你買0056 是不是也持續向上漲 有沒有看到0056 或者是我跟大家講過其實0050跟00878比起來我會比較喜歡00878就是國泰永續高股息 你看這檔股票 這檔ETF啦是不是持續向上漲 對吧 好所以呢你看期貨看大盤 你就可以做期貨 對不起你看著大盤就可以做期貨 或 做指數型的 ETF 你看我們跟大家講是講的相對的低點 你做這些ETF現在呢 通通都賺 錢 那我知道 大家想要賺更多 那當然呢 就要靠期貨 那期貨昨天我就跟大家分享過 現在大盤啊 看起來就是什麼 就是做多嘛 為什麼 其實主要就是四大理由 第一個 新台幣是不是維持強勢 我們一直跟大家分享新台幣維持強勢 這很重要 這比起啊 外資賣多少 還更重要 因為外資賣了如果沒有離開台灣 他們有撤離台灣 那這代表什麼意思 這代表他隨時都有可能會進場去 買股票 所以呢外資沒有撤 因為新台幣 新台幣我們可以看到他是維持強勢 新台幣維持強勢外資沒有撤 果然呢就如同我們的預告一樣 這邊賣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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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那麼多 你看這兩天 這兩天我們看一下這幾天 這怎麼 來這幾天 這兩天是不是開始買回來了 外資休假完 本來什麼賣1億 這根本就是很明顯在休假 休假完回來 果然就開始 買鈔股票 這就是我講的 投資股票你要看什麼 籌碼面的話你不要只看外資的買賣鈔 外資的買賣鈔沒有意義 你要去思考的是他未來到底會不會 買回來 如果你看到美國一直在升息一直升息一直升息升不停 結果呢 新台幣一直在升值 對不起一直在貶值一直在貶值一直在貶值 那代表什麼意思 美國升息把資金撤離 撤離了 這時候 就有可能會比較悲觀一點的往下跌 但你發現 美國現在不管怎麼升息 台幣都維持強勢 那代表說外資正在匯到台灣 外資正匯到台灣 那你就更不用擔心 因為他 Parking在台灣的錢 隨時都會進場買股票 好所以 現在結論出來了 現在結論就是大盤是要偏多操作 那果然呢 昨天美股 那昨天的美股是大跌的 看一下昨天的美股 你看昨天美股你看起來 喔老師沒救了 美股大跌 你看一下昨天的美股 昨天美股大跌339點 有沒有 看起來走空 跌下來反彈無力 跌下來反彈無力是不是看起來走空 跌了300多點 結果今天台股呢 今天台股還不是照樣 上漲 對不對 今天台股還不是照樣上漲了72點 看我72遍 對吧 所以你看這個跳空缺口 是有支撐有意義的 昨天就跟大家提醒 即使今天 美股大跌 照樣要做多台股 好所以呢今天的技術線型 今天的1分K 你看一下 今天1分K 如果你只看到這後面這半段 你不要看這後面 你只看到這前半段 你看起來 就走空了 走空的線型我之前跟大家講過 下跌反彈無力下跌反彈無力下跌 結果呢 你在這邊做空 這邊就一路的嘎給你看 嘎死你 嘎了那麼大一段 所以我們那個時候 我在這邊我就伺機而動 我在這個點位的時候 我就進場 去做多 進場去做多 你看 這個點位進場做多 大概560點 這樣560點的一個 獲利空間 這就是我講的 你操作極貨 要用什麼 要用長線去保護短線 長線是 偏多的 既然長線是偏多的話呢 你這邊即使短線是空頭 他後續一定會變盤 你只要抓到一個什麼 你要抓到一個 底部 訊號 所以我這邊抓到一個底部訊號 就是在這個點位 就在這個點 要畫清 要畫出來 好 這話仔細一點 就是在哪裡 就是在這一個點位 為什麼在這個點位 來你仔細看清楚 來仔細看清楚 這邊下跌反彈無力下跌反彈無力下跌 這邊的跌 沒有很多 跌沒有很多就反彈彈起來了 我那時候我就一直在觀察 他只要在一個低點沒有跌破這邊的低點 再一個低點沒有跌破的低點 也就是後續沒有跌破這邊的 低點呢 我就認定他是一個底部 W底 對吧 好所以你看這邊跌下來之後有沒有跌破沒有跌破所以我在這個點位呢 在 14300 來我們來看一下今天 今天我較勁的價位 今天 今天嘛 14300有沒有看到 14300 今天 10點34分 好10點34分 我就建議大家進場去做多 來10點34分是不是大概就在這個位置 10點 11點 一半是不是30 30分10點34分就在這邊 好這邊呢 你看這邊進場做多之後是不是就一大段 對不對 1300 14300 最多最多可以到 14375以上 所以其實是超過60點以上的一個獲利空間 好這邊我知道 因為我在打訊息跟傳訊息的時候有一點誤差 結果今天我 有部分會員是沒有辦法 買到這個點位 我們也承認 所以後來漲起來沒多久 因為我不知道你買多高 我擔心他後續如果再一個修正 所以我建議會員先出場 但是呢 這也不能怪我們 因為這 有一個時間差 如果你是清待會員的話 可以直接口訊的話 我們當然 助理啊 直接的 跟你講說這個點位 你就可以順利的進場買進 因為 其實有的時候做當衝就是相隔一瞬間 我已經盡量找到一個震盪 相對的安全點位 帶大家去做進場 好後續來講呢 你看 這一段波段走完之後 就震盪 沒什麼漲跌了 這邊就後續就不是很好做 所以呢 我跟大家分享 你看 如果說你在這邊 進場 你在這邊 有沒有看到漲起來呢 下跌 漲起來又下跌漲起來 你在這邊進場去做空 你看這邊 不就被嘎了 甚至你看到這邊漲起來到這邊 結果呢 在下跌過程當中 如果你沒有把你的空檔給 鬼補 結果又是漲起來 你又被嘎了 這就是我講的 如果長線是偏多的 它隨時都有可能出現一個 暴復性的大漲 你這時候 就很有可能會被嘎 好所以呢 大方向 多 短線你也要做多 堅持做多 你不要一下多一下空 一下多一下空 很容易 尤其是你做極短線 你以為極短線很容易嗎 沒有那麼容易的 你看我們莫名其妙 不要說莫名其妙 我們的實力 我們的實力就是這麼堅強 上 就是12月30號 賺錢 1月4號賺兩筆 有沒有賺兩筆 一筆 1月4號這一筆 30點 來1月4號又這邊 45點 昨天又一筆 那今天呢 這一筆呢我知道很多會員 沒有進場買到 但是 就算有進場的 也是賺錢 對吧 所以呢就是我跟大家分享 你操作期貨一定要更留心 後續怎麼操作 你一定要先判斷大盤的多空 那如果說呢 有些時候你還要判斷一下 今天如果忽然大漲 明天呢 明天呢你可能要 如果你要操作比較積極一點 反而要做空 所以最近呢這兩天台股都漲了以後 我覺得 現在是漲跌 忽然持續的震盪 機率比較高 下星期要操作 千萬要注意 上檔呢 如果說太高的話千萬不要亂做 多 記得要修正 再進場去做 多 好所以今天節目先到這邊 那我們下星期再跟大家分享 如果你手上有ETF的話記得堅持下去 因為大盤看起來年後上漲機率 比較高 那這邊呢如果說你要看後續有什麼變化的話 記得你操作指數型的ETF 操作期貨 都要持續的鎖定我們的節目跟我們的Line 我們的Line的話直接打開手機 像去掃描這個QR Code就可以看到我們的Line了 好今天節目到這邊祝大家 週末愉快 雖然說明天有些人要補班 那還是一樣祝大家上班也可以輕輕鬆鬆 星期天休假一天 我們星期一又是一尾活龍 我們下週一見 拜拜 投資握力放眼未來 想要跟我一起使用融合總金面基本面 技術面面面俱到的投資方式 掌握股價關鍵買賣點 歡迎加入我的相關媒體頻道 加入之後記得要按讚訂閱加開啟小鈴鐺喔 本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慎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 嗽 小鈴鐺 爽 祝